- 大家好 今天這部影片帶來的是最新的角色 幸福蛋 我個人認為他叫做幸運蛋 如果有跟我直播的觀眾就會知道為什麼會叫他幸運蛋 不知不覺連勝十幾把這個不是幸運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麼樣 而且重點是前面開局都很慘的 我們先看一下阿伯蘇魯剛進草叢 我知道他想要偷米野怪 但想說先幫一下這個可言的烈咬露莎 結果回過神來 哇靠邊咧 野怪已經被人騎掉了 直接吃乾媽淨 重點是上面那個差不多也掉了 我的天啊 然後這個阿伯蘇魯 哇是怎麼樣啊 巴蛇吞象啊 吃了一隻再來一隻 對方直接吃的不要太輕鬆啊 那我呢跟這個 這個線上烈士角 Number One好不好 最烈士的線上角色 阿這個圓魯莎我的天啊 這一次改版之後呢 這個大師的排位 很多圓魯莎跑出來給小 跑出來撥殺啦 我個人認為呢 其實以前我覺得烈雅露莎的大招是很猛的 但是最近發現只要會躲烈雅露莎的大招 基本上他開大你就拉遠遠的 然後就看著他自己在那邊轉圈圈 阿我就靜靜的看著你裝逼 這大概就是烈雅露莎開大的時候的樣子 所以我現在一點都不覺得烈雅露莎這個 長大的時候很猛 好我們回來講一下這個幸福蛋 幸福蛋的技能基本上呢 第一個炸彈跟幫助 直接選幫助就好 炸彈的話我還沒有領悟出他到底要幹嘛 我可以感受出來 他是一個可以把敵人彈回來的技能 但是比起這個實用性的話 幫助還是比較好的 因為幫助呢他可以幫助你比如說你射手的普攻變快 像這個圓露莎他的被動阿就是 烈雅露莎進化之後他的被動就是攻速越快 那打到五成的時候是可以吸血的 那這個對於烈雅露莎來講我覺得算是幫助 針滴是幫助到他啦 然後再來呢你這個開啟幫助的時候 幸福蛋的自身的普通攻擊也會變成強化攻擊 那幸福蛋的強化攻擊並不是像我們一般角色這樣 就是打個幾下他就強化 他是不定時的直接跑出來我跟你講 那開啟幫助的時候盡量自己去普攻一下 因為是每一下都變成強化普攻 他是有一個時間性的 不是說只有那一下 有些技能是下一下普攻是強化普攻 不是 但是呢我們的幸福蛋並不是這樣 好那第二個要選擇就是 生蛋跟神秘守護 到底要選哪一個 如果呢對方的CC角色偏多 比如說像有胖葛丁阿這種會唱歌的 你就選神秘守護 那再來呢神秘守護比較吃的是 開的時間點 而且他只能對單一角色使用 所以你瞄準要瞄準好 讓他可以處於免控 那他如果已經被控制呢 一樣可以直接解控 那如果你被控制呢 是沒辦法使用技能的 那再來呢生蛋的話就是一直補 那像這一場我帶的就是生蛋 雖然說對方有雙控 但是因為我還是很想測試 到底哪一個組合比較強 所以我這一場還是走奶媽路線 狂奶奶好奶滿 那再來呢他的大招呢 浮來運轉 這倒是誰想的技能名稱 真的是好心眼的感覺 那這個浮來運轉呢 就是衝向你們一個指定的隊友 那這隊友通常我們會選擇是射手位 那短時間呢給他一個護盾 再加上提高他的攻擊力跟特攻 那這段時間呢他如果遭受到攻擊呢 會有部分傷害會吸收到你這邊來 所以那時候你的射手會變得很猛 他被打呢反而是你在幫他扛傷害 所以這一招呢一定要用對 用對點位 像我有時候還沒辦法掌握那個方向鍵 就會變成直接飛到比如說 血量最少的那個人身上 所以這一招稍微比較難用一點點 但我個人覺得他很適合 很適合直接讓射手瞬間給他一個護盾 就算他血滿就直接丟他身上 然後逼他強開戰 讓他直接打進去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對這個 這個幸福蛋的技能的比較解說 相信大家去看一下就大概也能理解 那我們一樣回來這一場比賽 那這邊的話我看到我們卡比之後 不辭辛勞的在上路直接做了這個白宮 寶可夢白宮隊 然後最後還葛屁 最後我也葛屁 這就是標準的 人沒殺到 洛托門沒搶到 整團送掉的概念 那麼上塔呢就這樣直接爆掉了 那這個時候呢對方還想要笑想我們的二塔 結果也是被對方推到了 還好只推了二十幾顆 那我跟你講 幸福蛋呢 我總和玩了一下 我覺得他 不是一般的輔助 他是一個 真的是保母型的輔助 你自己一個人啊 我真的講沒什麼屁用啊 比如說好我玩胖葛丁 我呢還可以到上路去 比如說給那個蜜蜂唱唱歌 然後自己在那邊巴掌甩一甩 還可以吃個野怪 那你可以稍微離開隊友一點點 可以做自己的事 比如說你自己抓後排 還可以給對方後排壓力 but這個幸福蛋呢 我完全感受不出來 他有任何的這個自主行動能力 你如果不跟在隊友旁邊 而且是不跟在輸出隊友旁邊的話 你整個人就很像智障 真的很像 就很像我剛剛去找卡比獸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時候我就跟著烈亞露莎來到下路 那這邊看到烈亞露莎 感覺快嗝屁 我大招開起來直接撞他身上 讓他提高了自己的這個攻擊技能 直接殺進去沒問題 no problem 那對方的阿伯蘇如呢 就像南中之物一樣 跑了 跑了 我天啊 阿伯蘇居然跑了 好沒關係算 我們直接硬灌他的這個二塔 不過呢很可惜也只拆掉一點點而已 那這時候對方呆克馬 直接把我們下塔給打掉 我本來想說呢要去尋仇的 這個千里尋仇來相見 但是現在呢 看到了暴飾龜重生 那我們就直接來把暴飾龜給吃一吃吧 好順便小聊一下這次的改動 我根本沒有像上次改動那麼大 沒有什麼突然的 比如說胖葛丁這種突然竄起 或是什麼東西突然殞落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次還好 那這邊我們看到一個 呆克馬呢在前面搖著他的尾巴 搖著他可可 這個屁屁搖來搖去肥美多姿 那我轉眼呢 看到華麗下小地圖 這一個胖葛丁 怎麼會一個人在那裡 那如果呢眼尖的各位觀眾朋友 你可能發現 我們這個陣容 有點奇怪啊 欸奇怪怎麼有一個胖葛丁 欸奇怪怎麼有一個卡比獸 欸奇怪怎麼還有一個幸福蛋 沒錯沒錯 我們這次兩輔一坦陣啊 我的天啊 你們打到現在有人現在才發現嗎 我當下我打到啊 我真的是大概就是這個moment 我打到我看到 突然看到一隻胖葛丁 然後再上路我想說 奇怪啊我剛剛不是看到卡比獸在我旁邊 那邊走一個胖葛丁 靠邊咧 結果發現是狂熱卡比獸 哇現在大師排位 直接拿改版的角色出來練腳 也沒有到練腳啊 反正呢這一場呢 前面是殘殘 但是呢後面可以看到我們的狂熱卡比獸 直接殺了起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卡比獸這一場拿了15殺 你敢信 你敢信嗎 你敢相信 我看到我都傻眼 我直接驚呼啊 完全不知道原來我們殺人的輸出位 是卡比獸啊 他打了30幾%的輸出啊 我們的射手 這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那句話叫什麼 傷害性不高 侮辱性極強啊 對我們射手來講是一種侮辱啊 他這邊直接黏著對方打 他們已經毫無招架之力啊 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我們這樣碾壓進來啊 像坦克整頂開了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好可憐呆可馬 準備要蒸發啦 然後他居然是用噴熱水 我的天啊 好啦那這邊呢 已經直接慘到他們家裡了 我是覺得啦 適可殺不可辱 適可而止 嘟嘟啊 好久好 你看基本上啊 殺進去還可以全身而退 那這邊呢 對方的 再講一下 遇到阿伯說辱 千萬不要背對他啦 千萬不要背對他 那你說啊不背對他 我怎麼逃跑啊 那我跟你講 你背對他就是等著被他爆擊而已 所以呢 這個有時候有點兩難 有點兩難 那你 你啊 這個我也不太知道怎麼解啦 但是呢 如果說你的狀態不錯 或者是你們是一打一單挑的情況下 那盡量的 盡量的不要背對他 不要背著他跑 不然的話你真的會被他爆擊給爆死 那打一下 輸出3000是很常發生的事情啊 好OK呢 接下來呢 對方呢 勢必必必吃鳥對吧 因為不然的話 他是不可能贏我們的 如果他們沒有吃鳥的打算 那就請在這一刻直接投降 那對方也是有烈雅露殺的 阿伯說辱一言不合就開大 那對方的胖狗丁也開了大招 他們是有護盾的 而這一波呢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葛屁了一個人 那對方也葛屁了一個人 我想說呢 靠邊我們輸出到底是誰 是卡比獸還是假賀人蛙呢 那我剛剛繳的閃現 是為了躲掉烈雅露殺的大招 那現在呢 這個問題來了 我要開大招是要開給 開給卡比獸呢 還是開給我們的射手呢 我鬧得我頭好痛啊 好啦那我順便講一下 其實現在的這個鳥的觀念 已經從以前的只防守不開鳥 慢慢已經轉變成就是 基本上只要收掉對方 兩到三個人 那能開就開 你說這樣很有可能被對方搶走 應該是不要開鳥的啊 這個問題呢 我跟你講 我們如果一直把鳥放在那邊 會形成一種 這個驟長 夜長夢多的那種感覺 你們知道嗎 就是你 比如說我們兩分鐘 好我們兩分鐘打一波團戰 把對方 這個打掉兩三隻之後 那我們可能開了所有的大招 但是呢 在可能剩下一分鐘 甚至只要40秒 30秒的時候 對方還有一波大招 直接幫我們團滅 20秒 不要20秒 10秒內rush到閃電鳥 20秒內都能要我們的命 所以慢慢現在很多人的 往上的觀念都是 我們只要有機會 就直接開閃電鳥 不一定說一定要完全守完 如果可以守完的話 當然是更好 因為你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 好我們是要守鳥 還是要守上下路的塔 那你們可以戰法是戰 一三一這種戰法 但是呢 這是比較偏向五排的戰法 而且這個點位是要特別去抓的 因為你可能會在 有一個位置離自己家太遠 或是離自己家太近 然後結果要回來支援閃電鳥的時候 支援不到 那這種事情就很常發生 所以現在的觀念 比較趨近於就是 能開就直接開 你說被偷掉嘛 那就是進人士聽天命 人家要偷 偷到那也沒辦法 人家運氣好 已經慢慢趨向 真的是運氣遊戲了 好啦ok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